十五月一鈴 十六月一鈴 十八月二鈴 十六月一鈴 六月一鈴 十五月一鈴 十八月一鈴 今天是在CAMERY的社團 CAMERY的車友們大家好 經理是KT的避震器工廠的經理 我自己本身也是CAMERY的車友 因為對這個車還蠻了解的 所以有很多的CAMERY的車友 有看過經理在直播影片當中介紹 今天在CAMERY的車友裡面社團 當然介紹的還是CAMERY的 這一台是CAMERY的七代 甚至是這個七代 7.5代的分辨 也是車友教我的 這一台的話是CAMERY的七代 今天要安裝的版本 就是KT的道路版避震器 我們把鏡頭帶到這一邊 來 這個是安全座椅 其實這一台車 很多都是把它當成是 家庭的房車來使用 所以車主的需求 有一點通常都是需要很舒適 所以我們在CAMERY的設計 還是以舒適為原則 一般來說 這台車不太會拿來跑山 也不太會拿來下賽道 通常都還是跟車輪車的功能一樣 都是當成家庭用車 所以有很多的重點 是這一台車所設計的一個小細節 特別特別重要的地方 最重要的地方 是在後面的彈簧 這台車如果後面彈簧 一旦是用直卷彈簧 我保證這台車乘坐起來 一定沒有辦法達到想要舒適 這個區塊車主的需求 所以這台車最重要的 就是要觀察後方的彈簧 它的後方彈簧 這個是四代五代六代七代 都是這樣的設計 到了八代 它的後方就已經改成是TNGA的系列 所以後方彈簧跟避震器分開 提外 大概今天是禮拜三 這個禮拜五的話 也有CAMERY的八代的氣壓 氣壓式很帥氣的氣壓式避震器 有要安裝 跟各位來預告一下 但是不見得會在這個社團裡面開直播 因為有可能是在其他社團 或者是在KT的粉絲團裡面 好 那今天要安裝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 這台車前後都是麥華城的懸吊系統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是麥華城 後方的話一樣是麥華城的懸吊 那這台車有幾個重點 除了剛剛講到的後方彈簧 一定要做大捲公斤數 不要超過四公斤 一定會好做 那另外的就是它的上座 後上座其實有一個斜度 而且這個斜度的話 萬一沒有做出跟原廠一樣的斜度 很容易這個麵跟原廠板件貼合的時候 沒有辦法平整就會造成很低沉的異音 會誤判以為是統心的異音 其實不是 所以這個上座最好的方式有兩個 第一個 我們把原廠上座拆下來沿用 但是這個方法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我們拆原廠上座來沿用 萬一車輪使用的里程數 有比較久的話 這個上座有可能也是損壞的 所以裝到新的避震器上 就有可能會有造成異音的狀況 那也不太好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換了一個新的上座 像是這個上座的話 KT就有附一個新品 而且它的形式 就是跟原廠一樣的斜度 一樣的角度 所以一定不會有異音的問題 而且下方的話 是 它這個上座的下方 是有一個要框住 這個彈簧的內徑要框住的 而且有斷擦面 所以這一個 這麼多的細節 KT全部都是做這一台車所專用的規格 從這些小細節 大概車友們就能了解到 KT針對這台車 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跟用心 所以這個 上座有附強化上座 而且形式就是跟原廠一樣 一樣有斜度 一樣是類似這樣的形式 一樣是配大捲套 那這樣的配置哪有可能會不好做 所以很歡迎車友們跟 KT的工廠來預約 或者是跟我們經銷商預約都可以 KT就備有CAMERA的實車 來提供給車友們來安裝 來試乘之類的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那前面的話比較簡單 前面的話 七代還有六代的上座 都是平整式的 如果是五代的話 五代大概02年左右的 它的上座就是有一個斜度的 所以這個上座比較簡單 但是這個上座 它下方有一個指推軸層 這個軸層它一樣是消耗品 用久了之後 有可能會損壞什麼之類的 這個上座 橡皮一樣久了 會有均裂或者是脫膠之類的 都有可能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消耗品 可是改裝KT 不需要再拆這個上座來沿用 後面的上座也好 前面的上座也好 KT全部都有附新品 以這個七代來說 所以改裝KT的避震器的話 對計時來說也還蠻方便的 因為如果要沿用原廠上座 不是不OK 因為要沿用原廠上座 我們也要提醒到一點 它有的安裝的步驟是有順序的 萬一下面的格套 下面的軸層裝的順序不對的話 就有可能造成異音 甚至是有可能造成零件壽命的縮短 所以KT就全部總層件了 技師也很方便 也不太會有安裝上的食物 所以這個是一些設計上的一些 蠻貼心的地方 前面的話 KT一樣配的是大全徑的彈簧 200長漆公斤 這條彈簧如果有看過車友 車友們有看過經理直播的話 在休旅車上一樣 我們都是用這條彈簧 它的優勢是 它的彈簧上下能夠作動的行程 能夠比支捲彈簧多出了35% 而且它在壓縮回彈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力道會往兩旁釋放 它是像這樣燈籠狀的 上下的內徑是一樣的 但是中間的話是有一個 比較凸起來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的乘坐起來感覺就會好很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裝上車的樣子好了 這裡是後方的避震器 後方的話 這台車有幾個 如果里程數超過8萬、10萬的話 除了避震器之外 像這個防晴桿 防晴桿的橡皮 這裡拍得到嗎 這個橡皮要特別注意 還有這個離載串 離載串的話後面的壽命 會比前面還要長一點 所以如果有更換到避震器的時候 這些的小細節重點 都建議技師特別留意一下 那這一條彈簧就是 250長4公斤的規格 它的它長得很胖 所以它的乘坐起來的感覺 就會比較舒適 車高的調整比較簡單 車高調整我們把這個 齒輪狀的頭髮把它懸鬆 往這個蒂芬妮藍的顏色的腳管 往上縮短的話 它的長度變短 它的車高就變低 所以調整還算蠻方便 比較沒有彈簧跟避震器分開 那樣懸吊系統的一個 一個安裝的技巧 這個調整起來會比較簡單 那如果有在看直播的車友 如果一樣是CAMELA的車友 甚至是技師也都沒有關係 有問題的話很歡迎立刻在線上詢問 我就會把鏡頭 移到大家想要瞭解的地方 那除了高低能調整之外 還有一點是軟硬度也能調整 那這台車跟六代一樣 它的避震器後面 是在後座的上方這裡 所以屁股座的椅墊 還有椅背全部要拆開 才有辦法拆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所以要拆避震器的上座 要拆這些東西 要調整阻震器的時候 如果沒有特殊設計的話 這些東西也得要全部拆開 才有辦法調整到阻震 但KT的話設計還蠻貼心 我們做了一個延長的調整機構 可以在後座 不需要拆椅墊 也不需要拆椅背 就能直接調整到阻震 我們來看一下設計 這個 這個你從那邊 然後把門打開看看 好 這個是椅背 椅墊的話一定要拆開 椅背的話 要調整的時候是不用拆開 因為我們有預留一個調整頭 在這個地方 鏡頭帶得到嗎 好 這裡這裡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一樣往順時針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所以調整的時候很方便 不需要把這些東西都拆掉 不需要 很方便 好 那我們來介紹前面 前方的話有附上座 然後阻尼的調整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所以前面很簡單 我們把引擎室打開 從這個地方 就能調整到軟硬度了 那這個世代 不論是2.0 或者是2.5的油墊 我們KT都有都有做 那公司的試乘車 不是7代的 公司的試乘車的話 是6代3.5的 3.5的 這一條彈簧 也得要特別來介紹一下 這個是200長期公斤 也是打一個燈籠狀的規格 所以就會比較舒適 然後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離載串的固定點 都是跟原廠一樣 可是這個離載串 7代 只有7代 7代的話 它的離載串是需要換短 但是不用煩惱 KT的話 也都有附一個新的離載串 可以給這台車來使用 所以簡單來說 這台車前後是賣花城的 嚴格上來講 是比較沒有安裝上的技巧 只要我們把它的長度 就等於是車高調整好 然後軟硬度的調整好 大概就是只有剩下定位 那如果是8代的話 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話 那這一台就有一點特別的 一個安裝的技巧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任何安裝上的問題 或者是使用的問題 甚至是有想要試乘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